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她可以改变心意 继续跟立竿见影合作 怎么 你还不会觉得 我应该直接赔偿你们公司的损失吧 赔偿损失 什么意思 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 你自己发的信息都不记得了吗 我发什么信息了 我没发什么信息啊 我向你保证 这个信息不是我发的 可是这个信息确实是从你手机里面出来的 是的 我承认 但是 如果我要让你对这件事负责的话 我怎么可能 还帮着你一起去点小五 我完全可以袖手旁观 况且 这件事情 是我连累了你 我怎么可能让你赔偿 我又怎么可能抽掉资金 如果你不相信 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立方 你可以问她 不用打了 我相信你 抽掉资金的事情 我也不需要 要不然狐狸知道了 你也不好交代 我再跟你解释一下 我公司的资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之所以去跟她见面 那是因为小宝 你不用跟我急着解释 你怎么处理跟她的关系 只要不伤害到小赤和逗逗 其实对我没什么影响 那好 既然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解决了 那你告诉我 瑞士没听一言 钱 确实是一方面 拖得时间越久 亏损就会越多 还有就是 凯文的事情 我也觉得 真的很累 想好好休息 好 关系 我真的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 一起去成员 谢谢你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餐厅停役的事情 我也考虑过很久 况且我一个人 其实怎么样都好过 但是你不一样 丢了刘总的单子 对你的公司有很大影响 现在 爸妈 小植豆豆 还有狐狸和小宝 一大家子人 都靠你成为了 可是 那你接下来专门怎么办 没想好 小植和豆豆怎么样 你放心吧 他们都很乖很好 我之前问过贝贝 她也怎么说 来了 莫莉 你为什么给王晴发信息 我原本她的电话号码 怎么发信息啊 你就别装了你 李健平 这本来就是 王晴开负的责任 你不敢讲 我听你讲 这有问题吗 那是我跟她之间的事情 不需要你操心的 你的公司 都被她搞到损失惨重了 你不信得 我都替你心疼啊 不是我的公司 被她弄得惨重 而是她的 她的被我弄得惨重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你搞清楚啊 该她而负责的 她就应该承担 你不要感到对我 是我们的儿子没饭吃 我儿子没饭吃 我来负责任 我的事情以后不要插手 否则我就 想怎么样 你想动手啊你 你动手打打看啊 李健平 你敢动我应该狠毛 我不管你是不是小狗老爸爸 我知道你吃碗豆子的 伯爷 商场搞粗心 要负负你 她是谁啊 我朋友啊 我一个人做什么事都不方便 有个免费保姆 这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不好好照顾孩子 坐在店里面前干吗呀 我若不工作赚钱的话 我们母子想吃什么呀 不不不不不 妈 怎么有点发烧了呀 这房手好好的 你们简直是 怎么样 这是病毒引起的感冒 他就去买个东西 怎么就染上病毒了 感冒病毒有潜伏期 今天在发作 那应该怎么办 先去给孩子打个点滴 退烧吧 好 谢谢 来 不在呀 你们找尹太太是吧 我们那个我们是姓尹 我们是来看孙子的 那你别去啦 刚才呢 尹先生和他太太呢 去医院了 孩子生病了 好 谢谢啊 没关系 喂 建平 小宝在哪家医院 建平 小宝怎么样了 妈 这不是打眼睛吗 怎么好端端的会发烧啊 问他呀 问他呀 对不起 你问那种心 说把小宝带出来 还要被感染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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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都病了 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反正小宝会生病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行了行了 别说了啊 喂 立方 爸 怎么了 爸 那行 我马上过了 爸 妈 公司里是有点事 我就和你去一下 好 你去吧 这有我们的啊 好 去吧去吧去吧 我先去吧 吴丽啊 吴丽啊 我是真搞不懂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嫌我们照不搞小宝 非要搬出去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你要是想要钱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你想让建平回心转意 想让他回头 你就把孩子照顾好 谁想跟他和好啊 那你来干什么 小宝又不是我一个人呢 难道建平不用负责任吗 给你租了房子 就是让你照顾小宝的呀 这难道不负责任吗 你还想怎么样啊 狐狸 我告诉你 如果小宝有个好歹的话 别说我们不给你情面 小宝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他生病我能不心疼吗 我也没希望他这个样子啊 我是第一次当妈妈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是他亲妈 你要是真心疼小宝 就多花点心思 在孩子身上 他就是我亲生的 我怎么能不心疼他 行了行了 都少说两句吧 这是医院知道不知道 注意点影响啊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立方 怎么样 我托人找了一台 这次捷普配置给刘总服务器的样本 打开一看发现好多问题 你看 玻璃值 啊 捷普怎么会生产这么劣质的产品 而且我还做了个市场调查 我发现捷普的产品 在同类型里面 出故障率是最高的 而且客户投诉也是最多的 你说我们可不可以 借此机会给他宣传一下 让大家都知道 捷普的产品到底有多劣质 那倒不必 谁的产品都没有完美的 绝对不能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用他们的这个劣质产品去说事的话 显得我们特别没有水准 我们应该用他们的产品去寻找经验 来提高我们服务器的质量 你说的没错 我们应该将想对自己产品的监管 降低故障率 自然就把它们比下去了 解剖生产这种东西 早晚会出事了 吃到黄海之遥 喝了吗 喝了 喝了 沈平回来了 沈平 坐 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 我们呀跟狐狸说好了 等小宝出院以后呢 周一到周五我们带 周末他带 为什么 狐狸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 干事也不靠谱 他带孩子我们也不放心 我跟你妈现在反正也没事干 带孩子就算消磨时间吧 这样好事好 我就怕给你们添麻烦 况且妈的身体也还 不碍事不碍事 我的身体啊我自己清楚 你妈这个人哪 他只要心情好 什么毛病都没有 那就这么定了 行 只要你们高兴我没意见 不行 我先正楼休息了 好 你看看我刚买的新衣车 你又给我撞坏了 找你赔钱 明明是你是撞我吃的 你看看我撞坏了 你 你想个道理啊 碰死是吗 你说什么啊 我说你的 谁 谁碰瓷啊 你说话说清楚点啊 我怎么是碰瓷了 这明明是你撞了我 我跟你讲啊 我刚刚报文警了 警察们还到 你别急 别走 我告诉你 警察来了也是你给我赔钱 这是我讲道理呢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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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警察来了 警察 警察助理 你们怎么回家 警察 他起身撞过了之后 我不是拿谁送来 反响一口 你让我回来起 行行行 我正前拿着让开一下 走 你等我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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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这什么情况 这小子肯定有问题 待会儿继续再说吧 放开我 走 老振点 沈总 这都几点啊 你运我几点见的面 现在都火烧没毛了 你知道吗 希望你们配合 希望你们配合 想想刚开业的时候 虽然很忙 但是我们很开心 没想这家餐厅 可以一直陪我们到老呢 没想到这么早就怪了 有点舍不得 别那么丧气 这只是暂时的 谢谢你的陪伴 跟你一起奋斗的这些日子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别说那么伤心 我们又不是生死别离 又还要住一起 你干吗呀 这些天没卖几个瓶子 好几顿没吃东西了 我想看看你们厨房 有没有剩饭可以给我吃 老伯不好意思啊 我们餐厅关闭了 所以真的没东西给你吃 什么都好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你还是走吧 我们真的没东西给你吃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行进姐 她说她好几顿没吃东西了 想要点剩东西吃 我们这儿有东西吃 您跟我来吧 不是 我们都好几天没开火了 觉得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吗 我们还有一些菜可以做给老伯吃啊 老伯 我做给你吃 真的吗 有的吃就很好了 谢谢啊 不客气 你帮我啊 来吧 行进姐 你真要做啊 就当是最后一位客人吧 她也算顾客啊 当然啊 最后一位主动上门的客人 我们呢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就当是为我们餐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那好吧 就算是处理厨房最后的存货 帮你圆满 善事善终 免费的啊 当然是免费的了 而且是老板亲自下厨好吧 那我要好好发挥一下我的水瓶 那我来吧 太好吃了 姑娘 我走了 您等一下 天妮 好了没 来了来了 老伯 老伯 我们多做了一些饭 给你打包带走 这 拿着吧 谢谢 谢谢你们招待 您不用客气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您的 那什么 不瞒您说 前阵子我们餐厅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现在生意一落千丈 我们已经打算暂时停业了 您应该是我们招待的最后一位客人了 你们这么善良 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 嗯 谢谢您 这没想到最后一天 还能做一件好事 感觉也不错 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们吧 有好的结束才会有好的开始啊 对吗 担任吧 喂 你好像还有工作没做完哦 洗碗 今天我有意去香草餐厅暗访 没想到他们这么善良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 我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 吃过各地各式的美食 唯独今天 这顿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 最让我流连忘返 都说 正人玫瑰 手留余香 今天我在香草餐厅的遭遇 就是最好的诠释 就是最好的诠释 就把香草餐馆的道道美食 跟大家一起分享 虽然我今天品味到了极佳的美食 但遗憾的是 我是这家餐厅的最后一位客人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停业 却能够用心的给困难中的我 做出一顿暖心的家常菜 也许只有如此心地善良的人 才能做出这样的美味的佳養 我想说 有时候在美食和善心面前 蚊子都过于苍范 只希望每一个坚持善心的美食守望者 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 香草餐厅加油 家常菜加油 秦琳姐 这都什么人啊 咱们给供货商的尾款都付清了吗 付清了 这怎么回事啊 请问你们是 军事上的餐厅吧 是这里吧 你们都是看了这文章才来用餐的 对啊 老徐介好的美食 我们必吃的 是这样 我们的厨房正在检修 本来今天是不营业的 不过大家既然都来了 那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一下吧 大家可以在餐厅坐一下 先等一等 或者你们去农场转转也可以 等菜品准备好了 我再去请你们回来 那真是太好了 还怕你们不营业了 是啊 那我们先去逛逛吧 大家 好 好 一会儿见 农场有很多东西 大家可以随便逛一逛 菜单也可以的 谢谢 我们好啊 不 晴晴姐 这怎么办啊 先别慌 咱们 咱们分头行动 我先给大川打电话 先把他们都叫回来 行 那我马上给供货商打电话 叫他们马上给我们送菜 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晚安地方什么事 刘总来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来 刘总 来 刘总 谢谢 刘总 突然到我们公司来 有何指教 杰普公司的修总 因为主使下毒被起诉了 你们知道吗 这我听说了 确实不应该干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 是啊 那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 他做的产品质量也不行 杰普的产品维修率太高了 当初 我真不应该碍于留言 随便更换合作厂商 防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现在我想 把给杰普的订单撤回 重新回到你们公司 太好了 刘总 刘总 这点你绝对放心 谢谢 我们研究过杰普公司的产品 他们产品的确实在我们的 绝对不可能发生 以质量取胜 事业才会做得更宏伟 我尽快安排重新签约 好 具体的细节 我们慢慢上讨 老六 你介绍了家好餐厅 你介绍了家好餐厅 你的大作我摆读了 写得真好啊 你帮我了那一个心愿 我一直喜欢这家餐厅 得知他们是被陷害的 我就想着 怎么能不着痕迹地帮帮他们 幸亏你出了这么个好点子 要不然我会内疚一辈子 我也没想到 他是那么善良坚强 我故意把自己打扮的 破衣拉扎出现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会赶走我 但是他是那么果断地留下我 还亲自下厨 是啊 你也享受这个待遇啊 我怎么有点嫉妒了 老六 你是真的不想让他知道 你在帮他们 一级机密啊 再说我也没有帮什么呀 全仰仗着你那妙笔生花的功劳啊 我完全是有感而发 这个时间确实太紧张了 我们真的做不来 主要是对质量负责任 对 抱歉啊 好 抱歉 不错啊 之前是你求人家下单 现在是人家求你接单 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当然了 对了 我刚才去了投资银行 给你汇报一下谈谈情况 什么情况 他们问我要公司股东名单 但是我们要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忽然想到 你不是答应给汪清股份了吗 要不要把他的名字 写在股东名单上 因为这次申报以后 就不能再改了 谢谢 如果我不听信我 我还真给忘了 我赶紧问问他 好 这是您的收据 欢迎下次光临 好 谢谢 找您前 谢谢啊 欢迎光临 走吧 您几位啊 六七位有吗 我们没有包房了 坐大厅行吗 没事 我朋友还没有到 行 我们先去点赛吧 这边请 走 生意挺好啊 我想用一下你的身份证付印件 公司上市 财务要规范 所以需要你的身份证 重新登记一下股东身份 我说过我不要的 咱不是说好了给孩子买保险吗 公司上市的需求 就等你帮帮我吧 好吧 可是身份证 我今天没带在身上 没事 不着急 等你什么时候 复印完了告诉我 我再过来看看 最近 有看完这消息吗 咱们不说这个行吗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 就是关心一下你 有时间多关心一下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吧 我 对 行 那我先走了 什么时候身份证付印好了 告诉我 我过来拿 走 我回来了 今天这么早啊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是周末我来带小宝啊 顺便留下来吃晚饭 我还能买烤鸭哦 爸 哎 儿子 来来来来来你看 他看见你就笑啊 爸 你笑笑 好 爸爸 你好 这个小家伙好像胖啊 跟你小叔叔一样 小宝这么喜欢爸爸呀 看见爸爸就笑 我的儿子当然喜欢我了 怎么办 看我的 爸爸 嗯 我跟逗逗想去看电影 今天晚上带我们去看好不好 今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就算了吧 爸爸爸爸太累了 不嘛 爸爸 改天要不这样明天晚上好不好 明天带你们去 不嘛 哎 我也想看电影 不如我们一块去啊 不嘛 爸爸 不要嘛 爸爸 爸爸 不行 爸爸放个衣服 好吧 放个衣服给你们去 耶 爸爸不能对他好 要不 妈妈就回不来了 嗯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赶走 哎 会有个办法 嗯 小致 喂 妈妈我跟你说 那个 我们想去看电影 可是爸爸总是忙 妈妈有没有空 好呀 妈妈妈带你们去好不好 等一下我去接你们 哦 不用不用 爷爷会送我们去电影院 那 我们电影院门口见 好 妈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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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喂 小致豆豆 哎 喂 外勤你又怎么来了 啊 是 小致打电话叫我来的 小致 给妈妈打电话 怎么不告诉爸爸呀 啊 古阿姨 你给我们去买那个爆米花 还有眼袋行不行啊 好啊 再给我来个热狗 那你们还要什么吗 饮料我要绿色的尖叫 好啊那你们等我一下啊 好 爸爸妈妈 看电影快要开始了 我们快去买票吧 走吧 看看 四张票 两个大人两张小孩票 两个小孩票 嗯 谢谢 快快快快走啊 快快快走啊 快走 我不去了 嗯 还是 你跟狐狸带着两个孩子 你们四个人进去吧 哎呀妈妈 狐狸阿姨刚才说自己会买票的 我们快进去啊 快快快快 你们快进去 我们快进去 快呀 小致逗逗 小致 哎 小致逗逗 哎 你们东西小致 小致你好 你的票呢 哎他们 请出了你的票 哎 好 怎么了 吃炸药了呀 你家那两个小鬼 一天到晚跟我作对 今天还故意整我 我好心去帮他们 买可乐爆米花 结果他们甩下我 自己去看电影了 你说够不够分 他们又不是第一次整你了 你何必气成这样呢 你一生气他们就得逞了 再说了 你就不会进去找他们嘛 我才不要 那个汪琴也在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狼狈的样子 汪琴也在 那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果然是 小鬼难缠咯 哎呀我都气得半死了你还吃 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 哎呀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你越生气他们越得逞 你看着 我总有一天 又让他们在我命前跟我求饶 哎 冲动是魔鬼啊 钱还没有到手 天上下刀子也得忍着 啊 啊 哎 哎 我认 呢 这看上去心情不错嘛 好长时间没有跟小吃逗逗 一起看电影取消夜了 对呀 这昨日重现的感觉 一切又反复回到从前 全家团聚幸福美满 想象力这么丰富干嘛不去写小说呀 哎 我倒想懒这瓷器活得有这金刚钻啊 王老板 这是今天的流水 看吧 哇 这么高 嗯 有史以来最高级的 餐厅总算是挺快来了 就有你在 这还怕没青天呀 照这样下去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约李老板谈一谈 可以把香草餐厅给买下来 哎 哎 哎呀 琴姐 这之前你总是跟我说 这凯文不告而别 一定会有她理由的 可是她都走了那么久了 你就没有想过 我梦见过她 在一片全白的世界里 飘着 我想抓住她 想抱着她 但是 她还是走了 远远的 谢谢奶奶 爸 妈 明天晚上你们有事吗 我没事 我也没事 干嘛呀 这样 我是说如果没事的话 咱们一起出去吃个饭 哎呀出去吃干嘛 在家吃多好啊 还有两个孩子 多不方便了 这么很久没有去香草餐厅吃饭了 那边生意很好 然后我想咱们去凑个热量 再加上豆豆跟小智 这段时间表现都不错 就找个机会 给他们一个奖励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那那小宝怎么办 要不要也带过去啊 小宝 那个礼拜天不是狐狸要带吗 所以这个事 我也不想让狐狸知道 那万一她知道 她会不会生气啊 管她干什么呀 她一来什么都不低劲了 千万别告诉她 找您的零钱还有收据 欢迎再次光临 好 三早三天 你好 你好 我想定六个人的位子 有吗 请问你几位啊 六位 爷爷奶奶 爸爸爸爸 还有两个孩子 好了 尹建平 不要再装了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是你吗 听力可以啊 我跟爸妈说好了啊 明天晚上 带着两个孩子来你那吃饭 有位子吗 好啊 我给你留个位子 明天是爸妈结婚四十周年 的纪念日 我没跟他们说 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别说漏了啊 是真的吗 你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冲你这份孝心 这个单我买了 当然不要 我来 难道让你请客 自己的餐厅花不了多少钱 再说 他爷爷奶奶照顾两个孩子 也挺辛苦的 好不容易有机会 你就让我表示表示呗 那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就这么定了 还有 那身份证的复印件 你复印了吗 明天你过来的时候 我一起拿给你吧 好 那这样 明天见 爷爷 我们去那边玩了啊 去吧 注意安全啊 好的 好 嗯 嗯 在这里待着我就快闷死了 那你了 逗逗 小志 你们也在这儿玩球啊 整天在这儿玩有什么好的呢 我带你们去游乐园好不好 游乐园有什么好玩的 对啊 游乐园有什么可稀罕的 明天爸爸还带我们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呢 我才不信呢 哪有什么地方会被游乐园更好玩的 我妈妈的餐厅里有好吃的 好喝的 农场里有花有素 我妈还可以出一小鸡小鸭 好多好玩的呢 哼 就不带你去呗 对了 爸爸说过 就不带你去 真可惜呀 我妈也挺满意 又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尹建平 打算瞒着我 盖着全家人去王琴的餐厅聚餐 那又如何呢 你又没有打算要尹建平这个人 难道你还吃醋了不成 我吃什么醋啊 我就觉得他们全家人 真的很不在乎我姐跟小宝 这样吧 你明天啊 必须要搅合进去 否则永远是个局外人 你不但要去 而且呢 还得盛装打扮 把那个汪琴啊 给比下去 我们出来挑礼物的 你能不能专心一点啊 你选择就行了嘛 你看那个 好可爱啊 四十周年 你该不会想送这个吧 干吗 老人家就不能玩哈喽咖啡了吗 你说这东西怎么设计的 连个嘴都没有怎么吃饭啊 一点都不符合逻辑啊 哎 李公男 你还能不能好好逛街啦 你看看这周围 这才是热气腾腾的生活 这个呢 才是想象无极限的艺术 又不是你那个冷冰冰的计算机 是是是 哎 过两天呢 就是我们两个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了 按照西方的说法呢 就是纸婚 夫妻之间呢 要互相赠送纸质礼品 那既然你对艺术又不敢嘛 所以我对货币啊 现金啊还有债权之类的 我可以勉强接受的 你看啊老婆 你说你这么优雅浪漫 我哪好意思用同车杯去玷污你呢 那你就好好想想 如何优雅浪漫地度过我们这个结婚纪念日了 老婆 我每天忙着加班 我哪有时间想这些呀 那你不会不想庆祝了吧 那你借我十个单我都不敢啊 那这样吧 你看这里 什么东西你喜欢的你就选 我来买单 那吃顿饭总有时间吧 老婆 我这两天忙着设计新的程序 我真的没有时间搞什么浪漫啊 再说了 这不才一周年吗 咱们还有长长久久 一辈子可以庆祝呢 来日放长不急于这一次吗 你这个大空城市 全世界就你最忙 就你没时间 那你去年怎么有时间追我啊 怎么有时间跟我结婚啊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我恨不得一天当两天使呢 我真的没时间啊 是 就你道理最多 人家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说得一点都没错 女人被追到手了呀 就不值得操心了 好啦老婆你就别生气了 我这也不是为了咱俩的家俩着想吧 你看这样行吧 你跟汪晴找的度假村一起去玩一玩 所有开销我来 什么跟什么呀 我是跟你结婚 还是跟汪晴结婚啊 老婆 老婆 那么晚了别看字了 赶紧睡吧 哎呀 还是我去呢 老婆别生气了 生气容易长皱纹 好了不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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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看你一大伙人怎么还跟陈旭吃上醋了呢 谁吃醋啊 我这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呢我自己没有你的程序重要 你当初啊就应该跟你的计算机结婚 干嘛娶我 好啦老婆 我知道我错了 你看 你不是要生孩子吗 你这老生气了你怎么生孩子啊 跟你这个不解风情的木头人 在一起生孩子 万一生出个呆瓜来怎么办